各位朋友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今天繼續我們走走 封順堂街 這邊是持有學校 持有學校我都介紹過很多次 現在放暑假學校就關了門 原本有做核酸的地方 現在就給學校了 全部搬走了 清潔完準備開學 學校的對面就是聖老齡座堂 我們今天繼續走封順堂街 有巴士上來的那條行 叫啤弟行 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上去 就是特首辦的後門 這條街都幾清靜 特首辦 前面就是舊的奧篤府 這裏是後面街 經這條行路上去就是龍松街 這條路走上去的地方 路口位置就有一兩間比較舊式的店 非常出名的 如果開學校就很多學生歌都幫襯這些地方 在這裏是舊的觀印局 這裏是舊的觀印局 我們逛逛龍鬆街 龍鬆街開了很多咖啡室 見到賣金魚的店舖 現在澳門賣金魚的地方很少 現在澳門賣金魚的地方很少 還未下工 馬路比較靜 現在正午12點 走到這個位置我們又上去江頂走 走上斜路就是江頂戲院 他的原名叫做百多禄五世劇院 在東南我們說早期應該是第一間 人稱馬膠戲院 一百六零年 起好的 做戲劇 音樂 雖然不是很大 都夠歷史的 這間店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這間店 有一間聖奧斯定教堂 平時有很多聖奧斯定教堂 聖堂在聖堂上聖閘 平時有很多聖堂聖閘 聖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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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回以前 聖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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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這間聖堂是鵬屋 用竹用木來搭 頂上是用樹葉蓋住 以前是比較原始的 在1874年開始動工重新再起 到現在是這樣的模樣 這裡有修道園 有河東圖書館 每間年紀都比較大 這裡也是打卡點 這邊是明愛 這間屋子已經拆了很多 很多都是新的建築物 也有很多舊的建築物 保留了 我們又斜路下去 東方斜巷 以前的石仔路很窄 現在就很闊 這條街都開了很多食物 很多餐廳 哪裡都 我们到街口 走出新马路 苏华伊山街 有的士出来的那边 就是天通街 上回红窗门 这里是市政厅的后门 前身都是监狱 最早期的监狱 我们回到新马路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